武漢這個我們叫做鎮央 大家都心理上有一個擔心 但其實你去到後 你發覺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恐怖 尤其在香港我們去的時候 已經是3月4日、5日 那段時間其實在國內 它的疫症已經控制到 不是很多新增的個案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已經是外地輸入 尤其我們今次接的那些港人 有些是孕婦 今次我們也有一個同事 就是婦產科的同事和我們一起去 其實去到知道 我們去香港醫管局派的醫生護士 很開心 我們總共接了1027個香港人 其實只有一個 後來證實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其實是大約千分之一 沒有我們想像中5%至10% 我另外那個班機回來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人 走過我們身邊的時候 都跟我們說謝謝你 我相信在證明她離世之前 可能沒有醫護人員會想著 工作時間感染傳染病而過身 在2003年過世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認為她很不真實 但是我覺得她的印象 還是當時大學畢業的時候 的印象 不覺得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想我們無論做醫生或護士 其實我們有個心想幫助人 我想像不到我們會有一些同事 有一些病人需要我們幫助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不要幫助,不會的 所以我們當時的心想盡力救出一個